山头竹山日前在社寮派出所附近 发生了这起民宅火警 远景获报之后立刻通报消防队 但是两地相距有点远 派出所的寻左忧心 猛烈火势会延烧到临近的民宅 第一时间立刻赶回警察局搬灭火器 来回穿梭火场用了六瓶灭火器 才顺利的把火势控制住 再加上消防水车及时赶到 还好没有酿成更严重的灾害 民众说忙来到派出所报案 因为邻居的民宅突然烧了起来 只见阵阵浓烟直探天际 屋内还闪烁火光 一度还传出爆炸声响 疑似出现门烧情形 辖区远景第一时间通报消防队 但由于两地距离有点远 赖迅寻左当机立断连同三名远景 火速回到100公尺内的派出所 搬灭火器 就有民众拍下当时照片 远景奋不顾身冲入火场 就怕大火蔓延 在火场内来回穿梭 接连搬来六瓶灭火器 才顺利控制火势 就一方面打电话给消防局 并从围派一手拿没有去 做初步的灭火动作 消防局来后 交给他们做后续处理 避免灾害扩大 我们说有出品刀 跟他要换完就很热心 对啦 那就是不扩大 没有啦 索性消防水车赶到后 顺利扑灭大火 无主庆幸没人受伤 财损情况也不严重 大战有派出所当邻居 真的好家载 介绍中的长辈报道 感谢观看